杨美叔,我公益活动结束了,过来接我吧,帮我把衣服拿过来 好的 你是来乡亲的吧,先自我介绍一下啊,我叫毛毛,白天呢,在公司做文员,晚上在夜市摆地摊 介绍人说,打过几份工,收入也不稳定,不过没关系,我不介意 我不要房,不要车,不要彩礼,还可以每个月给你一千元的生活费 你同意的话,现在就可以替你做决于这 我确实打了好几份工,收入也不稳定 不过,结婚可是一辈子的大事 所以,我们的亲戚给我面前,想要不稀有什么,其他互不干涉 成交 我结婚啦 这儿领了,接下来,什么流程 要不,你先跟我写张位子 各位大哥大姐,各位性感的老爹,过来看一看,瞧一瞧 大哥买了身大嫂,大嫂天天对你好 大嫂买了身大嫂,我下午去给您送衣服,人都不见 大哥,随便看,都是今天的新款 杨总,你女朋友多,来挑一件 好,买买买,都买了,不用挑了,包园 好,那包起来吧,一共多少钱 一共六千八,今天托你的福开了大胆 走,我请你吃炸鸡 这只炸鸡 你不会,没有吃过吧 在广告上看过 这回到处好可怜 一百年纪了,还没吃过炸鸡 没关系,以后我们每周都吃一次 这不是我老同学毛毛吗 看你朋友圈说你结婚了 不会就是这位大叔吧 他这是刚打完零工吗 衣服都没换 打零工怎么了 职业不分贵贱 老话说,学得好,不如嫁得好 我现在的老公,可是嘉兴集团的高管 年薪上百万呢 我说哪来的酸臭味 原来是冲你嘴里飘出来的 对了,下个月金老师的生日宴 你不会不来吧 他当年可是最看好你 我当然会去 那你这位穷酸老公,允许带过来吧 让他找个见识 我老公还在等我吃饭 先走了 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要去参加金老师生日宴吗 听说金老师喜欢书法 特意找书法家求的字 他应该会喜欢的 谢谢 没什么事我先回去了 你在这儿休息,晚安 金老师,这个翡翠手桌 是我老公在拍卖会上 花八万块钱买下来的 希望你喜欢 谢谢 这太贵重了,我不能收 我老公是嘉兴集团的高管 区区八万块钱 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老师辛苦教导我们 现在是我们回报你的时候了 毛毛,你送我老师什么大礼 拿出来让我们开开眼呗 金老师,这是我老公给您送的一幅字 希望你喜欢 这是...冷老师的作品 看起来非常像大师的作品呢 毛毛,你怎么能随便买一颗赝品送给老师 你凭什么说这是赝品 我上周亲眼看到 毛毛和他那个打铃工的老公 一起坐在路边吃盒饭 就凭他也买得起大师的作品 那他送过这幅字肯定是赝品 你干什么 区区一份赝品 不要这么激动 要赔你吗 两千够够 五千呢 哈哈 你赔不起 你好,金老师 我是毛毛的先生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大家看清楚了 这个就是毛毛那个打铃工的老公 别以为你脱了马甲 不认识你 呦,你刚刚泼的这幅 可是老大师的亲笔 你说是就是吗 你说你的老公是嘉欣的高管 那就让他来鉴定一下 好啊,真的假不了 假的也真不了 老公,你到了吗 马上就走 哎,胡总 您怎么也在这 什么胡总 啊 这是我们嘉欣的胡总 那 那这幅字 这幅字啊 这幅字啊 刚好一百万 啊 我听说你是年薪百万是吧 就打你工资里扣啊 胡总 您这是说什么 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 骗子 我骗你什么了 你说你打几份工 嘉欣集团旗下那么多公司 我确实管不过来啊 你说你收录也不稳定 是不太稳定 上个月八百 这个月一千万 你说你没吃过杂技 这不确实没吃过 那不是家里的厨师他不做啊 你就没有一句整 哎呀 爱上你 从那天起 甜蜜的